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,美国在中东的进行反恐战争的对手,一直是极端的武装组织。 不过近日以来,在美军行盟军逐渐清除极端武装造成的影响之后,发现一个曾经的对手竟然在重整旗鼓,打算东山再起,那就是当年本拉登一手创立的基地组织。 据悉,这个组织目前已经逐渐恢复实力,近些年来,一直在暗自发展,在世界各地重新武装起其多方力量。 更让美军头疼的是,本拉登之前的预言成真,他的小儿子哈姆扎本拉登,近期以来,正式接管了基地组织,并且放话要让美国为自己父亲的死付出代价。 美国对此事也进行了应对,选赏一百万美元,来追捕哈姆扎本拉登,还称,哈姆扎为美国真正的对手。 在本拉登众多的后代中,哈姆扎是他最宠爱的儿子,而他也被西方媒体称作恐怖储君。 在美国的一当节目中,美国联邦调查局前看袁苏凡说到哈姆扎,说他一直都在试图刻意地模仿他的父亲。 本拉登,腔调,换用的措辞,都是他模仿的对象,原本就与他的父亲样貌极其相同,再加上他的种种言论,美国于2017年的1月份,将哈姆扎掠入了恐怖分子名单之中,并还与他父亲是同样的等级。 苏丹还向媒体透露,哈姆扎有些非同一般的人格魅力,于他的年龄来说,公共演讲已经非常的出色了,他甚至有能够联合全世界恐怖分子的能力。 尽管一直与莫恐怖组,只进行着竞争,但是也不排除在将来双方势力会有和解的可能。 他还说,虽然基地组织在莫恐怖组织的暴行之下,显得实力不如人,但是基地组织依然非常的有潜力,并且是一个很有热心的组织。 不过,不管这双方哪一方的强势,对于联军来说,都不是一个好消息。 根据报道称,自2015年的8月份是,哈姆扎就参与了基地组织的运作当中,他曾多次向追随者呼吁,发动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进攻。 他还指责美国将自己的父亲基地,是彻头彻尾的罪行,发誓要为过去的父亲报仇。 有五角大楼的人士说,哈姆扎今年30岁了,在2015年正式加入基地组织,最近几年一直在沙特里及中东地区活动,利用班拉登所留下的巨额财产,重新架构了基地组织,并且将其发展扩大,对年轻人变得更加有号召力。 在短时间内又有大批量的新成员加入。 2011年的5月份,美国的特种部队突袭巴基斯坦部落区,当时就击毙了,在当地躲藏了本拉登,和其众多随从,而后,美国将本拉登的骨灰撒向了大海,避免追随着纪念。 在这次突袭中,本拉登的妻子、亲人,以及心腹都被俘虏或者击毙,恰巧哈姆扎就不在其中。 当时,哈姆扎恰好外出躲开了这次突袭,此后,哈姆扎虽未死,但也没有因此隐匿,并且还在此事发生不久,就宣布了对基地组织的接管,威胁对美国开展新一轮的袭击。 美国开出了极为丰厚的筹码,只为得到哈姆扎的未知信息,无需自己动手就可以得到一百万元的优厚奖励。 虽然不如当时他父亲的五千万元悬赏的价码高,但这也是因为哈姆扎现在并没有更为恍霸的知名度。 若是在之后,他一张成名,大概他的赏金,也会随之更大幅度的提升。 据美军猜测,哈姆扎极有可能躲泥在索马里或者野门的境内,由于他父亲的前程之间,哈姆扎会更加警觉敏感,更加频繁地更换躲藏地点,而这对于美军的抓捕,将会变得更加的困难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